中文字幕 李宗盛 哈囉大家好 今天的Podcast主題呢 是在講那些工作到肚子餓的時刻 那我相信就是其實 工作到肚子餓應該是滿人之常情的事 很多人可能都有這樣的經驗 有些像我姐姐他們的公司啊 甚至都還有公用的那種零食櫃是大家可以去拿的 對 那像我們的話呢 大家都會默默的買自己想要的零食放在公司 然後會想要錄這個主題是因為我某一天發現 大家的零食櫃剛好都是在 第二個 抽屜的第二層 對 我們的第二個抽屜 裴姿可能不只第二個 他太多零食 他連冰箱都有 對 他可能每一層都有 到處放 車子裡也有 包包裡也有 對 然後我比較印象深刻的是 因為就最近疫情的關係嘛 然後我上次就想要吃ChocoPie 然後我還要默默拿著我的巧克力拍走到樓下 沒有人的地方偷偷的吃 那我那時候邊吃我就邊想說 我怎麼會這麼可憐 很像老鼠那感覺你知道嗎 好像真的喔 真的 對 真的 就沒辦法 我後來就想一想就是疫情嘛 也只能多忍耐 真的 一隻啊 我喔 一隻最多零食 一隻真的 到處都有 從一開始 早上出門 從家裡出門 車上就有 我們之前錄那個Vlog 就有拍到裴姿的車上就放了 我怕壞掉嗎 最近有比較節制喔 稍微把它清空一點 太陽那麼大耶 但他說那是因為他最近買的零食 都是巧克力型的零食的辦法 都不能放啊 會融化啊 不然他還是會繼續放好不好 閃眼 而且他到公司之後就開始 妳自己講了 妳自己講妳有多誇張啊 沒有很誇張 沒有很誇張 就是頂多就是中午吃飯的時候 再打個綜合果汁而已 他的果汁打完都變黑色的 那果汁真的是賣相有夠不好的 會 我看了都覺得東西應該不是人喝的 我就想說這是可以喝的嗎 怎麼講 他覺得是長得不好看 有時候教授經過他看到的時候他也會嚇一跳 他就說這是什麼東西 他除了打果汁以外 我之前看到他 因為我坐在旁邊 然後就看到他在那邊吃水果啊 吃完水果吃餅乾啊 對 還有一陣盤 對 問我說你要不要吃 我分享的話 我其實燉零食還好 可是我還是會放餅乾 因為有時候真的是很餓的時候 你真的 因為動腦很容易血糖降低啊 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 兩屎吧 很快就餓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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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那個 差不多四點左右 誒 怎麼知道 我現在就有一點開始 對 我們現在就是大概四五點左右 對 你如果沒有餅乾吃 你就是真的是受不了啊 就走陪姿就餓 沒有 沒有 我跟你說也是超好笑 有一次我們就 我就很受不了 我真的是太餓了 然後陪姿也沒有吃的 我也沒有吃的 然後我就跟林基東 就問陪姿說 陪姿我們訂厚片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去找熊貓 然後去看有沒有那個賣點心 然後就意外找到一間有飲料 現在很少的飲料店 還有賤賣厚片喔 你是發現新天地 對 我就發現 你這個陪姿我們那時候幾乎 一個禮拜可以叫兩三次 我們幾乎天天叫 可惜我那時候沒有參與到 對 然後我們一定要各叫一個口味 譬如說我點花生他就點巧克力什麼 然後我們就分了一半吃 好幸福喔 聽起來很溫馨耶 很幸福耶 聽起來很溫馨耶 欸他後面超好吃 好啦以後我們再來叫啦 好啦 以後我們在一起叫 我們就可以叫三種口 奶酥 巧克力好吃 不得吃 哈哈哈哈 小花眼 很棒耶 好那以上的話就是我們這集的 ForeCase 然後相信一定有很多人都跟我們有一樣的心聲 也歡迎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 那我們今天的Pockets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